关雅迪开放对话是由电影人 湖外极限运动爱好者关雅迪 也就是我本人发起的一档长对谈视频播客 希望能在这里聚集更多 真诚睿智 活出勇气 向此而生的对话 因为时代越碎片化 我们越需要完整的灵魂 下面这段开放对话 是我与电影导演老小智 在我家中录制完成 老小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戏 2008年与李亚鹏共同创立春天戏剧工作室 2009年执导了绅士喜剧 你好打劫 童年执导了话剧版 将爱情进行到底 2012年执导了绅士喜剧闲淡 2014年执导了舞台剧东北往事 2015年4月执导了话剧蠢淡 童年执导了舞台剧左耳 2014年获得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石奖 最佳导演奖 2016年尤其自编自导的悬疑喜剧电影 你好疯子在中国上映 2018年执导了荒诞喜剧电影 无名之辈 该片获得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金莲花最佳影片 他则凭借该片入围 第十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 2019年其兼制的悬疑喜剧电影 平原上的夏洛克上映 2020年指导电影人潮汹涌 现在2021年人潮汹涌正在全国公映 在这一集里 饶小智谈了在过去一年疫情大环境下 自己身心的各种变化 以及在拍摄电影人潮汹涌期间 与刘德华 萧央 万倩等主创的合作过程 最后谈到自己在40岁人生下半场正式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和意义 快速介绍一下本期开放对话的鸣谢合作方 他们是外星人运动饮料 致敬极致热爱 致敬失败 多种口味的灵塘能量饮料和电解制水 我在国内多场越野跑比赛都喝过很多次 感觉非常不错 值得推荐 感谢高端家电品牌卡萨蒂 品牌名称源自意大利语 Lakasa 意为家 Art 意为艺术 卡萨蒂 就是家的艺术 我们家真的没有卡萨蒂 还没有那么高端 百翠源于北美成立于中国的户外运动补给品牌 致力于为中国运动爱好者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有效的补给产品 百翠旗下包含瓶装运动饮料 粉剂类运动饮料 能量胶蛋白棒 蛋代餐奶昔等产品 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与智慧来滋养你我的日常生活 也需要能帮助我们释放想象力的舒适的居住环境 感谢几位合作伙伴的支持 前面几条广告明线 其实要感谢开放对话第一集嘉宾 大鹏导演的可爱提醒 因为目前这个节目完全没有任何商业化 都是由我个人投资制作完成 所以上面的广告品牌 其实都是跟我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或者是去年跟我合作过的品牌 临时放在这里充当一下门面 希望我能够早日为开放对话 找到真正的赞助商 好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记得关注点赞和转发 你可以在全网视频网站搜索 关雅第开放对话 找到节目内容 纯音频版播客 也会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平台进行收听 好 谢谢大家 那下面就是我和饶晓智的开放对话 哎 感谢饶晓智导演第一次来我们家 哈哈哈 我是第一次来家里做节目 我住这也十一二年了 然后在北京没买房 哈哈就一直住在这房东这 非常也也也挺爱我的 对 那这个房东跟你处的应该很好 其实是家里朋友啊什么这种亲戚 就是所以说就是也不太互相当外人啊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照顾人家的房子 嗯 这墙我都主动给他们冲刷过啊 然后反正越住越干净 哈哈哈那就好事 而且你还经常在国外吗 不是以前越是这样 越要像今天片子里面刘德华 哈哈哈 就还没事整理 对 最近有点乱 非常乱啊 就是书太多东西太杂了 对 我觉得在家里面聊天可能就不一样 要不然我觉得我也是你刚才说的很多新闻访问啊 嗯 特别感特别着急啊 对 然后一波又一波 对 觉得就是先坐下来先聊聊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现在 嗯 是不是心情在传过去 是什么压力越来越累积的过程当中啊 但其实坦白说我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觉得上什么档期都这样 是吧 对 其实不光是春天的 再跟大家在背景普及一下 现在饶小智导演的新片 人潮汹涌要在大年初一上映 我们现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 是在上映前的六天 七天 刚好七天 小年啊 今天是小年 对 所以说导演的此刻的心情啊 此刻的心情真的也焦虑 对 但是这种焦虑 我觉得是是非常正常的 嗯 就是这种焦虑 实际上是创作者很常见的吧 周而复始的 而且这种焦虑是 你不可能说我们一劳永逸的 这次完了好像下次就布了吗 嗯 我觉得不会的 所以其实你其实是接受的 这事儿 我接受 对 你作为一个 咱们就也是职业电影人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能够自己接受这个状况 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对 就是我刚刚说 他有时候有些人会问我 怎么样春节党有什么 那个不一样的心情 其实从心情上来说 真的差不多 对 我去我无名之位 在11月16号那种很淡 很淡 每年11月下旬都是一个 就是很冷的党吧 我其实也焦虑啊 对 那就不焦虑了嘛 是的 那么就那无名之辈之后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各方面心态 精神头 感觉 我无名之辈之后 其实我还真是 我有时候我跟每个记者啊 但是我们都聊不到很深入了 就是别的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特别深的那种访谈啊 对 但是就是说 但是我每次都很信任 我都会说 坦白说从无名之辈之后 19年我就我就有点焦虑症了 对 有了很多的期待在身上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不能确定它的诱因是什么 我总之我在19年的整个有一个阶段里 我先说我现在已经差不多 我觉得比那个时期好很多了 对 但是我最严重的时候 我无法当众发言 对 我无法当众发言 我极其讨厌各种社交应酬以及 群访啊 或者见面会啊 或者什么类似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是之前没有的 是19之后 真的是没有的 因为我之前是什么呢 我之前是个戏剧导演 对啊 我就说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啊 戏剧导演 我在每次观众 就是我们还有演后谈 而且我还很喜欢演后谈 对啊 对 你看我们小剧场演完之后 300观众啊 当然一般都做不了300观众了 大概满的时候200多人 然后我们坐在那儿 跟他听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进行一对一的对谈什么的 对 都很好 对 但是我不能说 我们这位是不是因为 我们这位怎么我了 我不是 也不是说什么 或者说媒体怎么了 或者我受期待更高了 我不知道具体有因 但是总之我就在19年的一个阶段当中 我甚至有时候会 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一直以为我心脏出问题了 对 因为它已经是有点那种生理性的 那个那种反应 就是完全是手脚冰凉 浑身冒汗 感觉提不上气 叫不能说 有点接近躁愈症的一些症状 不叫可能不躁愈 但是是焦虑症 panic attack 那个叫什么 就是焦虑 就是焦虑 对 panic attack 心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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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造语 造语上是bipolar 那还不一样 明白 但是就是我 但是后来发现 我看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带那种监测的健康手表 心率其实不正常 血压正常 但是你的感受不正常 所以就 但是为什么我说后来说康复了 也不叫康复 反正好转了 是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给你强行打断 给你强行打断 然后强行你没有时间 你更焦虑 你那时候焦虑都不是自身的事 但那个焦虑是可以跟公众分享的焦虑 对 那是大家共有的焦虑 对 那是你来不及关注自我的 对 你可能焦虑的是整个 你焦虑你的行业 你焦虑你的国家 你的整个世界 你焦虑的是这个 经常有一种策略 就是当这个眼前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们就把更大的事给搞砸 然后 然后我们都陷入到这里面 所以那你疫情的时候 更大的焦虑下 你都做了些啥 在疫情的这一年里面 我减肥了 对我真是 真是跟那个照片比起来是 对 变白的是有特别的严育 变白今天我化妆是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 结束了一个见面会 对 戴妆 第一次的观众会 对 所以带了个妆来了 那减肥了心情好吗 我看最近不是黄晓明都减肥了 然后好像大家说他气势改变了 你减肥之后减了多吗 三十斤吧 三十斤 对三十斤 三十斤 接近三十斤 多久 用多久 用了大半年吧 是用什么样的刻意的还是健身吗 健身 对还是健身还是健康的 很健康的 对不是用节食 我到现在也没有节食 然后那精神状态不一样了 不一样 因为可能有一种 因为我为人父了 当然也很多年了 那个五年了 几岁小朋友 五岁吗 儿子 而且很在疫情那个期间 就是在19年的年底 20年年初的时候 医院份的时候 我女儿在成都那时候 我刚回成都 我结束完人超胸有的拍摄 回去的第二天 还是当天晚上就住进医院了 然后而且是肺炎 天哪 对 所以那个焦虑和 你是成都人 对我不是 我太太成都人 所以我们再回去 去了成都过年 然后那个焦虑 是另外一个焦虑 但是那时候 他不是 他就是普通肺炎 对 但是那个时候 经历的那个状况 他会让我就 我是大年三十才出了院 对 就是我女儿 是大年三十才出了院 可能他就不断的让你 就是你真的没办法 而且那个时候 还是很多未知 不像现在 对 我们跟病毒 就共处了一年 那时候最要 那是一月中旬 对 对 就是过年 我大年三十出的院 OK 那我大年三十在海上 我在海上过那年 你还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我是听说说 你说你回到了世界 发现世界变天了 其实没有 我只是打开了手机 有手机信号了 然后在菲律宾 我们20艘才到 然后我们在海上 其实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 我们还是有卫星数据传导 有邮件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给我发简短的邮件 那个邮件 因为只能发到我们一个单独的服务器 它字数是受限制的 所以不会有人跟我讲起重转折 讲故事 只会说数据变化增长 但是就理解不了 这是个什么 当然我还挺淡定 我们船上有一两个中国人 其实都是老外 我说我们经历过SARS 2003年 大部分就是个SARS 这是我们在船上 还在说这事 再没想到比想象的严重很多 对 你感觉出来了一个新世界 其实那不是最冲击率最强的 其实最最要命的是 过了两周 我们不是还坚持比赛 打了个三角形去台湾岛 从菲律宾去台湾岛 打了个三角形 增加了两个短距离的比赛 当第二个短距离比赛 再回到苏比克贝这个港口 再打开手机有信号 发现欧洲美国全沦陷了 因为一开始是以为只是中国的事 明白 后来就全世界这个整个是pandemic 就大流行了 那可觉得冲击力也很大 所以说他这两次开手机 后来网友调养说 快你把手机扔了吧 对对对 所以那个我说我能理也无 那个时候你的那个时候 那是什么事情 那应该不是焦虑 那是一个很复杂吧 应该太复杂了 就是说不清楚 就是但是可能就是为负责纲 或者为母则纲的那种 就他会他就反正正想 在某种意义上 他就可能把我之前所谓的那些 我觉得那种焦虑 他也可以 他说不定也是矫情造成的呢 我也不知道 也可能了 但是总之我在那一个时刻 从这件事情开始 我好像自身的那个 刚刚我跟你讲的 是19年的那种焦虑症状 他才慢慢的减退 其实就可能是 就真的是跟你孩子肺炎进医院 然后中国或者世界变成这样 对对 其实是帮到了你 在某种程度上 对在这种这个事情上 他可能给了我一个反推力 对 就是你不肯 你得自救啊 或者说你得 你得有力量啊 你得 而且到 我们那时候对世界的想象 是很恐慌的 对不对 那我们得强壮啊 或者我们得 这个强大起来 可能会在心理上 不断的 也会有一些东西 就让自己就 慢慢的好转了 那个时候人潮汹涌和无名之辈中间隔了多久 这两年 人潮汹涌和无名之辈拍摄吗 就是中间大概隔了一年多 拍摄的话 我是17年拍的无名之辈 然后19年的10月份拍的 隔了基本上两年 但是等于一上映 你就去拍人潮汹涌了 无名之辈 没有 没有 是上映完了 上映完之后 对 因为是18年上映的 对18年 对18年上映的无名之辈 19年去拍的 赵汹涌 所以说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自我的一个经历 我不知道这个成长到我们这个年纪还在成长 咱俩差不多大吧 应该 我79年的 我80年的 对 我现在是差不多大 你看你都有孩子 我还没有 但是你是浪子 没有 我现在谈谈的女朋友 他有 知道吧 我们来都离过婚 然后他带个孩子 这也挺不一样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带了个小朋友是个男孩 刚三岁啊 反正也挺不一样 我还面临新的这个过关 看不知道能会走成啥样 所以配合他还拍的系列小短片 然后第二人生吧 就是他想拍我就配合他大女主的戏 然后一段一段那么拍 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片段也蛮有趣的 挺好 但是我下去我得看一下 我确实之前没有看过 没有 对没有 我们完全就是觉得想给孩子长大了之后 让他理解 因为最初就因为一个问题 说他儿子叫Eason Lucy我女朋友说 我以后让Eason怎么叫你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 我直接就告诉他说 你就叫雅迪啊 你不用叫什么 你不能取代人家生理父亲啊 这么关系还行啊 对 你第二我叫叔叔也挺见外的 我可能是在国外还是去的地方比较多 我就叫雅迪雅迪在国外 我真的就叫雅迪 我就我是喜欢跟叫雅迪 我第一反正后来他觉得这个话题 没准备咱就展开 因为有很多一系列的问题 那就就聊一聊嘛 所以我们就录了些小短片 Vlog三五分钟一个 所以这种 那现在这个心情是不是真正的 你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在疫情减肥是一个心情改变了 是一个 其实我感觉你好像换了个新人的感觉 当然减肥对对身材 可能对视觉来说也会有一点帮助 对颜值来说 虽然颜值也不高 减肥至少会加点分回来 很加分 然后你自己是有意识的 还是说 比如说自己就被谁的什么影响 还是怎么样 想减肥运动 还是想运动 还是想减肥 其实当然那个从我 我在拍人上游泳的时候就在跑步 其实我从来没有享受过 在拍戏的时候 我还可以跑步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没有享受过 对 很多导演没有享受过这个 对 受不着教什么的 对 或者很焦虑 或者剧足的事情很繁杂 但是我在人潮汹涌的拍摄过程当中 我竟然还能抽出一点时间去健身房跑个40分钟 或者30分钟 对 就是它是另外一种舒缓 我就找到另外一个方式 正是 正是 对 运动 但是可能以前不会找这个方式 嗯 以前可能会觉得 哎 我就这点时间 我干嘛不做点别的呢 我再开个会 对 或者我再吃一顿 对 怎么样 我解压的方式有很多 对 但可能在那个 那一年开始可能养成了一些习惯吧 嗯 对 当然也是有意识的一些转变 对 但疫情期间正好呢 他又给我们就困在 我当时也不叫困在吧 我们当时我人在成都 呃 我也 我带到了5月份才回到北京 哦 对 我的剪辑师 我也把他从北京调到了成都 对 对 因为成都其实他的恢复会快一些 对 对 所以他的店铺 或者跟整个 他的整个城市 那个生机在5月份之前 他已经回来了 关键是老百姓 他的那个 是吧 整个那种 精神 对 那种状态 所以其实那会儿就还不太想回来 后来在那边也一点剪片子 一边也还在 接着跑步 对 你是就是在健身旁跑 不出去马面上小区跑 我之前在健身旁跑 但后来我其实跑步跑的少 我不像你 对 对 我对我来说 他们说什么 当我跑步时在想什么 我只想一件事 什么时候结束 对 对 我以前 我以前想过各种办法 让自己跑步跑得多一些 但是实际上 其实对我来说 跑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现在其实还是只是在做一些器械的和一些结合那种是有氧的那些东西 我别的不敢打宝票 至少跟身边那么多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朋友都跟我去过朝阳公园 就我就不说别的 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可以改变你对跑步的几乎 就是从根本性上改变他的认知和感受力 然后带着这些新鲜的感受 你再去跑步 你会发现你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发现了当中的一些细微的乐趣 明白 作为咱们这个行业都是非常敏感 心思细腻的人 所以我一说 一理解特别快 二操作起来蛮好的 回头咱俩单约一小时 好 就够了 都不用多 一个电影都不当 你再去跑步真的不一样 而且我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不应该 不是不应该了 就没有 除非有特别的特别的需求就跑 那个跑步机 不然的话 小区慢跑都比跑步机好 明白 真的你会感觉自己的身体的感应 知道去关注哪几个点 就变得有意思了 我大概能想象 是因为我只是从 从如何重新理解跑步这件事为切入点 比如说我们你跑步的时候 我简单说 比如咱现在因为不用做实践 语言描述就是你在跑步机上 肯定就是跟着跑步机这么跑 如果你就在小区里面 我们下意识都会觉得跑步就是把腿往前伸 这么正常跑 其实呢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跑步 是通过控制身体的重心 我们连续防止自己跌倒的过程 叫跑步 你看你往前 你往前身体往前一清 你是不是要感觉趴地 但实际上你只要做一件事 身体保持保持正常的一个紧张 只需要干一件事 身体往前一清 不是你要倒了吗 只需要连续的把脚后跟向上垂直抬起 就这一个动作 所以实际上是用抬起脚后跟的方式 不要让自己跌倒 跑步是一个连续防止自己跌倒的过程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的角度的转变 围绕这个为中心 我们去拆解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跑的经济有效率 最能避免受伤 别人为什么跑那么长距离 稍微长一点就膝盖疼 或者哪不舒服 其实完全不应该发生这些事情 我就从来不受伤的人 但是因为我本来把刀书都看了 所以我讲这些 其实我看了这几十本 跟运动相关各方面的书 然后把它压缩整理 就这几个点 就是比如就这点跑走结合 大家就有个误区跑步好像要一直跑很累 就不应该一直跑 特别是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让一个只有跑十公里经验的人 他居然他就抱了一个五十公里的越野跑 我们在大饭桌上 我的好朋友带他MBA学生十个学生 他是最弱的 他让我说亚迪给他们提提意见 阿信一样的好朋友 我说这提怎么提 居然又只跑了十公里就在抱五十公里越野跑 累积爬成两千多米 后来我说没知道 我这就一件事 你就记住这一件事 就是一个锦囊 两个都没有就一个 就什么呢 一比十 跑一公里走一百米 轮番跑走结合 当然是指你在能跑起来的路段 上坡跑起来就是快走 下坡非常抖 非常技术性路段 不要跑 慢慢的蹦下去就可以了 但如果能跑起来就一比十 你不要受任何人影响 保持这个节奏 换肌肉 让全身参与进去 然后没准你能完赛 最后的结局就是 在关门时间前25分钟 他完赛 其他九个人都等着他 哇他自己很受震撼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可能这些 他还是科学的 非常科学 就一定要讲科学 我觉得就像咱们拍电影 我相信咱们导演艺术什么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摄影师录音师 他其实必须得懂一些物理的科学 才知道怎么跟设备打交流 交流然后表达进行表达 明白所以回头一小时不到 很快这个约 这个约对对对真的 在随便小区楼下任何地方 不用什么跑道那都太浪费了 明白我这点把握是有的 可以可以 所以说就没准你晚上跑步 可以治愈我的这个跑步问题 我其实每次都跑得非常的 嗯 当然我可能会像你说的那样 我也会就是 但是我有一个好一点的 就是我虽然我很讨厌跑步 嗯 但是那个时期我还是不断的在跑步 对就是就是就是我就想挑战一下 我说我今天多跑 每次我都能多跑500米 我就以这个为目标吧 对 你就没受过伤应该 没受过伤 还没有 循序渐进 就是你就是我一听就是你知道 一点一点的 对我是从500米都喘 到后来能跑5公里 但我基本上也就没有 没有在什么超越了 因为我确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当我跑步时真的是在跑 想什么时候结束 哈哈哈 但是其实真正从健身了的 效率最高的是举铁的 是健身房 这个也在做 是效率最高的 所以是你自己这个改变 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打算 就是要给自己定了什么样的节奏吗 自打身体变化了之后 创作的节奏还是 嗯 创作的节奏 其实我这边其实还没有特别 特别 就是说好像我什么三年规划 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那样的 对你不是那种工作方式啊 反正好多剧本这样段落 谁的往前拍 但是我会有我会有我喜欢的几个题材 同时在同时在往前推进 对对 但是有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说这是一个伪命题 可能我们想象中是觉得它可以同步啊 嗯 我到时候我选这个也行 选这个也行 但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 因为当你推着推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突出 嗯 也有可能你特别突出那个推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推不动了 嗯 你又回头来把这个 这个又接上来了 我觉得它会是那种那种过程 所以你的工作方式还是就是还是看自己谁能冲到最前面冲到呃 谁冲出来算 因为毕竟在呃 就是至少我现在没有说我一定独定的我一定下一个就必须是哪一个嗯 因为这个这个可能跟我做戏剧也有这样的关系 对对因为我们当年做话剧我做了十年的话 实际上那时候我们我们想排的东西很多 对呃 但是实际上虽然戏剧你说投资又小 但是依然找和投资很难 嗯 对有时候你会去选择你当然你有一些故事 嗯 可是你我要做哪一个呢 你可能一直就会在这当中你一直在准备 对 但是可能有哪一个可能突然 呃 天是地利人和都来了 嗯 那我们就去做它 那我的这个习惯可能还是受到了一些这样的影响吧 其实跟戏剧工作经验是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 对吧 然后你自己觉得是不是戏剧转导演的一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就觉得我要从这个封闭空间的现场反应的这个表达 转向这样的一个连续播放的这种 没有其实我是从小就有电影梦的 啊 OK 对我并不是说呃 好像我是做了十年舞台剧了 我突然想着我要去做个电影导演了 嗯也不是 当然我可能从小的电影梦不一定是导演 因为那时候对导演没有认知啊 可能是演员啊 可能是因为我会讲点故事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看完了港片 还是看完了什么片子 我在我们班上老跟 演 朋友演一演 对对对 都干过这种事 演一演 他们觉得哎你还演的不错 你还可以 然后在这种这种影响之下 就慢慢生腾起一种表演的欲望 就是当一个演员的欲望 然后慢慢就慢慢青春期就接受了自己 好像不是很适合到那个 哈哈 你这青春期肯定有很多很多故事 苦恼的故事啊 对对 这个然后完了又觉得又觉得说导演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然后当然可能学会表达了或者学会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你交流的一种方法了 或者你跟你跟世界沟通了一个工具了 你可能认知到这些 你也可能把导演当成一个梦想 然后我想考学的时候 比如说我我其实只知道北京电影学院 是对我当然我我是后来才知道有 中戏 中戏是在后面 所以实际上包括我上了中戏 我我是抱着电影梦进的中戏 就是说嗯 但是你干干的戏剧当也干的很好啊 对先干着 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你在中戏你会被影响 嗯 对你你可能进去 我认为现在中戏很多的孩子 嗯 他也不是戏剧滋养着进去的 嗯 对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是的 因为相比下来 戏剧就跟电影它就没那么大众了 现在 对对 所以所以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一个小县城的 嗯 我们根本就没连剧团都没有我们县城 啊 对你我哪去接触戏剧呢 我只能接触到的这种表演艺术 可能最多的就是电影电视剧这些 是的 所以当然肯定是羡慕荧幕上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仍然 呃我我认为现在仍然是这个状况 大部分仍然肯定是有别的梦想表达 是对戏剧的认知其实高中生也好 你想那个年他他没有那么 对 或者他的情感没有那么深的 嗯 但是你进到的曲旋就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那个就他就包围你滋养你 而且你很自由 我觉得中戏也很自由 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那你是99级吗 我是01 01级啊 对我还比你稍微的高一两级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很自由 对你可以充分的像海绵一样去吸纳所有的这种 所以他可能那些东西是另外的 那你慢慢 呃你的老师 你的师兄 嗯 师姐 还是什么你慢慢的从这里面得到了一些跟戏剧有关系的 你再去重新认识这个东西 嗯 去认识这本艺术 然后被他影响 爱上他 喜欢他 对啊 然后当然从业之后继续 但是其实心中那个电影的梦想其实还是没有没有破灭的 所以说等于就是因为戏剧离你近 嗯对吧 不管是从毕业之后工作就是对你就直接就开始 所以说等于就是到水到渠成的时候你就该拿起来这个电影 嗯就一直拍下来 我其实07年就就做过一年电影 嗯对我就只是失败了 嗯没有成功 哎你说了好像其实我如果没记错到其实很多导演现在很多成熟导演其实都在早些时候拍过 但是都都没人知道然后不是我没有我没有到拍啊没拍我都没有到拍我就是到写完剧本啊这个是吧就没拍啊对没拍但是我其实班底都搭完了啊我当时还找的亚鹏啊我是这么跟李亚鹏认识的啊对然后后来他给我投资的我的工作室的剧团嗯对这是这么是这么来的07年很早了那时候电影整个也也没有特别的起起色 黄金甲后一年吧黄金甲是06 嗯反正对那时候疯狂的疯狂石头刚出来对外星人还没出来呢 对对对不是外星人说错了疯狂的石头赛车我说疯狂的赛车还没出来因为石头是06年对那时候做了一个电影故事反正剧本我也写完了然后也打动了那时候还在风口烂梦间的李亚鹏先生嗯嗯然后也有圆圆高圆圆哇哦然后我反正这些都是我们去我去请的嗯 嗯对但最后反正这个事情没有成嗯因为那时候投资很难是的融资融资找钱是那个时候嗯对然后所以实际上后来我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我没做成没做成那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新剧场对我就去做做一直到15年才拍这个尿风子对是的哇那其实中间又中间隔了七八年 对哇你自己其实自己会认为我不知道你你会不会也会关注一些国外的有戏剧经验的导演会觉得跟他们会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会跟他们会喜欢偏好这样的导演还是会觉得从他们身上会能够感受到更多跟别的导演相比纯纯纯只拍电影的导演相比我其实可能没有特别说我一定要去这么对标 啊真的对你这样就是说好像山文德斯就类似这种对但山文德斯比如说我还专门在呃前些年我还在伦敦看了他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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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雷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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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兄弟对雷曼三兄弟的的饰演嗯我还正式看的是饰演因为演员还磕吧那个那个好长那三个都要是吧对对对五个小时我忘了休息了两次中场休息嗯 嗯我没我又是那种家座我买的是个家座我那个后面啊他那个靠背嗯直到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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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伦敦啊对在伦敦啊在那个国家 区院我们上对就在那对就是所以然后就但是我也很喜欢他的这部的作品啊嗯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说去去想着说跟他有什么那个比较上的或者是怎么样包括包括他后来那个1917 他其实是完全在两个领域里他其实还挺挺自由的对我就想说你不觉得他等于把一个舞台无限扩展对他等于有很舞台一种特殊的幻景的方式舞台思维然后对对对对对把长领头跟你交接过来对我当时看我好像也就是他这么玩长领头对他挺自由的就是他的对对我所以所以但是其实你要说我真的认识电影或者什么样的嗯我确实没有经历 受过系统的电影教育嗯这一点确实是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戏剧学院我们学的导演嗯我们的导演理论知识嗯我们的那他其实是针对舞台的嗯甚至我们跟演员的沟通嗯他也是针对舞台江文也是这样吧也可以这么说都是自学吧对但江文他还是他是演员嘛哦他拍了好多戏对他拍了很多戏看门我可能还我可能还缺少一些这个 但是我我就是想象嘛嗯或者说某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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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这个故事的敏感还是怎么样的那你要说这一点你不觉得现在嗯因为我在电影圈我的确本科研究生都在电影圈我发现其实导演是电影圈是最很越来越难垄断的一件事就彻底现在不要垄断越来越多的好导演对对对对跟你电影圈北京电影圈没啥关系嗯如果你说摄影录音这个且且且没办法啊那是另外一说但是 我觉得导演好像就是一个从任何角度杀过来你自己有自己一套想象力然后你还真的就是对其实表达不一样特别好戏剧也一样也有很多那些其实他们可能在大学他就是对戏剧感兴趣嗯对他们的演员可能不如我们的演员导演但是他们有些导演的方式方法他可能是更他更不一样他没有套路可以对他可能他他不是那种学院派对对他是另外的所以他更添麻 我觉得现在确实我们进入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时代嗯那确实就是一个信息开放我们想要学触及到的东西知识他都他好像充斥在这个充满了这个整个这个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稍微有心一点他们都能获得是就像以前我们看什么戏剧那个形式没看过对不对他确实没有看过呀嗯但现在你说你你你你可能苦心钻研了一个什么人家都有对人家都有了 对其实可能以前也有但是以前不容易获取对现在其实只是拉平了这个获取的这个门口对其实就让大家知道世界啊其实就这么大对也好也不好啊就是你就在于强大的心脏他说嗯自己货币类想半天就发现人家多少年前就是哪以前我看过一个谁写的书我我我记不住书了名字我也记不住哎好像说的什么什么记忆碎片之类的好像是嗯我就记得他有一段话说他最讨厌光书店 嗯因为他每次一进去看完那些书都觉得是自己曾经想要写的对我们好像是的确身边又经常会听到当然有些是但业内的朋友少其实更多的人说啊这个我想这个我想过今天对对对对对聊天是会的我可能以前我也有这个习惯后来我说嗯好像不太好你你任何所以我现在讲成聊天的习惯就只聊自己正在做和马上要做的事嗯啊就是那个虚头霸脑的事咱们经常 对其实有时候一点想法他还不算什么啊对对对这个想法可能是最最廉价的因为大家天天有很多天马星空的想法你不说别的真的把它变成剧本的真的把它变成小说了你就想写本那种通俗的能不能畅销不知道现在其实现在写书我经常是听谁有个观点其实是能够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当下还是可以改变你的阶层跃升的有限的几种方式之一嗯你会发现你写书如果你真的那个有一定的方式 方法不管你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还是打发很烂俗的瞧不上的这种嗯呃我不能这么举这个例子很不一定的和尚大兵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还书店摆上那个我经常去逛书店大兵个摸头乖就是那种是吧就永远有他那个套真的很多人买几十万册好像好像是个主持人是的啊他那个封面是统一的蓝边然后弄一个小幅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视频号最大的叫什么什么小和尚遗产小和尚啊最大的应该都是那种心理按摩 模式的这种他真的是能改变人的呃生活状况只要你能写嗯书是一种我觉得艺术表达电影也应该是一种是能够改变人的命运的啊然后就体育啊嗯我觉得大概就对了就这几种所以你自己这几年这几部片子你是最大的差别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风子开始也有心态上的变化也有更重要的经验上的变化嗯对啊肯定我们从也有资源上的变化 啊对吧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嗯我我一直想强调一件事就是我拍疯子的时候我不能算是那种新导演嗯就是怎么讲呢我我比他们占便宜嗯不能够把我归类为那种老炮新导演可以吗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上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做了十年的舞台剧了对呃我们其实我们其实认识的人嗯虽然我们不是产能非常强大的一个行业 但是好像我们认识的人还挺丰富的对我们都是呃也是也是这个戏剧圈还还可以的青年导演对然后完了那我们也可以认识很多很多人他可能跟一个跟一个那个刚毕业的青年导演是两回事对对但仍然当然仍然艰难啊不是说他好像我的处女座就不艰难或者获得投资不艰难但是他他会好一些嗯我觉得他还是会好一些对对 而且我那个我拍你好疯子他并不是我要拍你好疯子嗯他不是我来作为呃当然也是我要是找到你的是别人看中了你好疯子的话剧对的这个故事嗯他希望投资他变成一个电影然后找到一个话剧功力非常好的导演因为那是我的作品哦我知道对那是我就应该你来对对对那只能我来不然我不干对对对对那还行对所以我不然我不能答应嗯 但是呢实际上所以他可能他一上来他就是封闭空间的故事了对啊那可能从投资或者制片人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这个故事可控吧他可控他封闭空间他的投资各种他好像他有一小博大的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对但是对我来讲呢可能我呢当然我抓住了一个机会嗯啊有这么一次机会虽然我一直觉得说我一定会拍电影我其实不知道哪来的虽然就是流行那句话什么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很自信 就是总有一种那种那种自信就觉得说我一定会拍电影对但是可能我还在这么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时候他就来了嗯那我得我得去我还是对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有冲劲的对所以你看你这一块我就不管怎么你这几部电影我就演员都特别的对嗯就是演员就是这是跟你的天天跟演员在一起时间长这可能是跟戏剧有这是跟这个舞台的磨练有关系对因为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的我们做戏剧导演吧他最大的时间他其实最长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排电厅跟演员的交流上嗯你演员也没有我们也不会录下来给你看嗯嗯对其实我们就真的是演员的镜子嗯他每演一遍下来我告诉你哪不好啊哪要修改哪要调整你那个情绪为什么不对而不是像可能有时候我们拍戏我们可能还要去嗯哎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或者说演员 自己要求回来看一下回放啊什么的他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可能磨练了一些我对嗯我对于和演员一是呃锻炼了我跟演员交流的能力或者说我的表演的一个判断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你要迅速了解这个你要迅速呃当然在电影呃电影拍摄的时候你要迅速嗯但他肯定是需要有个积累的经验吧嗯你得判断他的表演是好还是坏的是他给你的是准确的嗯还是不够的嗯 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因为我在拍摄亭里面对对对积累出来的经验嗯对我会知道哦这个他现在给我的够还是不够嗯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自己了解的哈可能有一些新的导演他可能他在跟演员沟通上是有一些有一些障碍的我觉得是经验磨练的时间就是呆的时间少对真的你就开飞机你说你开过多少个小时对吧其实就有个硬质标你这个是就积累跟演员在一起交流 就足够的时间就足够了像这个呢我就好像已经所以我上来好像我跟你们比如说他们不管是你说疯子里的的金世杰周一维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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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倩还是当然还有其他的都是较劲的对对对对都是较劲的演员对也较劲的演员嗯然后包括第二第二的那个第二部的陈建斌对任素席张语啊全是这种对对这当然也包括这次的这个华哥所以我为什么都能够跟他们其实我们 相处得很好嗯然后我们他也还能给我一些他们都能给我一些新的哎你不觉得从演员搭配上明显的这次人潮汹涌你看刘德华华哥嗯我们现在不太叫他华仔了哈都叫改叫华哥了嘛对啊然后和萧央的这个组合你看万倩是你不用说了这多少年前就开始合作对他们俩其实好像是感觉是跟你刚才提到那些名字他是另外的一种表演方法嗯其实跟他们沟通有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吗 比如说跟华哥这个跟他对戏的时候是效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跟舞台演员沟通肯定应该有不一样的对但其实但是华哥其实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nice的人了嗯他就是说你呃呃我们先走一下嗯啊我们先走戏然后完了他会呃他会先按他的感觉走啊如果你觉得你觉得不ok你一说他马上就会按你的感觉走哦他非常信任我至少对我觉得他非常信任 对我觉得呃呃呃呃这一点我觉得是华哥给我的最好的那个今天你也看完电影对对我认为华哥在这里面他确实是他的他至少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他他他不是特别的像之前的呃不是说那么玩因为演演的人物不一样嘛对但这次我至少觉得我我还挺满足的一个点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的表演是搭在一起的嗯对我我一直其实想要我们之前会遇到一个就是 包括我们自己也看到说有时候香港演员和大陆演员搭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有时候表演上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对今天现场有个观众说最后最感人是万千万会冲那场戏也就是说这三个人最后在高潮戏在一起的时候嗯我们是可以被完全的被打动不会说出去了或怎么样这个是对包括他的口音对对包括他的口音我其实我我就没有怀疑过我要用他的本来的声音嗯我一开始就觉得 因为对我来讲我拍一个都市的戏有口音太正常了对咱都咱都或多或少有点口音而且我们应该都被华哥的口音应该训练过这么多年好像大家你要不用他的声音会觉得大家烦没有但实际上他也有几步就中在这之前有几步也都是配音的是的对甚至也有华迷就是华哥粉丝会我有时候会看到微博上说为什么不找个配音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我就 我就希望把他们三个人的表演搭在一起所以这次对我来讲我还有点满足是哎呀而且我觉得华哥拍这个戏他各种的转变你看我就刚才先观众提到啊那个后期那个身份的因为他是跟诗艺有关的故事我们在这也不剧痛啊但应该我播出的时候大家应该都都看了明白就是他这种转变你对于他来说你跟他有没有那种真的像以前的我刚才说那些较劲那些名字挺较劲的眼神的周一维啊什么这张宇这都 是吧含你那个人都知道他们的那种方法就是会跟他你觉得需要通过啊真正的有碰撞较劲还是说他真的就是一遍一遍不不停的给你一直给到你想要的准确的东西嗯他会给到的嗯他会给到但是我也我没有说我其实真的没有把说华哥好像拍到说什么都嗯都好像要拍毛了啊没有到那个时刻对实际上是我就举个简单例子第一天华哥来嗯我们很紧张 那我们你想想啊真的真的我们也不吹牛啊对你想一个真的就是说一个港片录像厅里的人突然跳到你的监视器里的那种感觉对对然后其实都很紧张摄影指导也很紧张对我们摄影指导是料你啊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摄影指导了我们嗯就怕别给华哥拍的不好啊别让别露怯啊对吧我们也代表大陆工业啊哈哈哈或者什么的当然可能也会有些这些 所以实际上我们那天嗯最后的结果是嗯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那天竟然嗯竟然提前一个小时收工哦对我们怕拍不完嗯但是我们竟然提前一个小时收工但并不是说我们的要求不严谨嗯而是华哥就是那么的职业和敬业嗯他可以把每个每组镜头的拍的间隙会给你自然的缩短对会非常流畅会他会很快对对对对对 当然也有他经验因为我们当然我们第一天也没有也没有拍拍什么特别重场的戏嗯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推一个就是他在那听医生的一个镜头嗯今天电片子里也有就是医生在那说然后回到推啊好第一遍推过去华哥在这他什么时候埋头拍眼睛他的那种感觉嗯啊反正我就在那看完的时候嗯卡嗯看一眼那个旁边的摄影指导 他说啊我说挺好的他说是啊我说再来一条就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真的我没我我不是那个我不是想要说你跟我演一个啊故意的不一样的啊对什么我没有我觉得挺好啊嗯我觉得挺好为什么呢我我我是那种接受你的好对但是我也我也一定会指出你的不好对对我我可以是这样但是但是我不会去说故意想要说嗯你在嗯 来一个当然我也不敢啊对对对但是但是没有必要不易去摆那个份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我就觉得那一个完了当然我又保了一条嗯还是很好嗯还是非常好可能甚至他感受到了一点什么他又多给了一些啊对然后你就觉得哦反正就好说功因为那那条拍完就说功了哇对但是今天现场有个观众我站那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打断一直说嗯说了华哥什么 奇能不足呀说那个那个先别记者算了那个不是而且说他一开始他本来就是个记者好像他对但是我又说他一上去说你当年好像也不是人觉得是不是唱的最好听我说这个聊啊我不知道这个这个是有点呃那就是在一个语境下啊其实我我都担心华哥不高兴但是但是好像是不是平时咱也但是我反正我也不认识那个观众啊咱就那么聊天好像也不太这么容易这么聊是不是也不太好我在想因为咱完全不认识和那个观众啊嗯但是华哥也 也肯定没不会有什么脾气啊但是华哥可能自己也会这么说自己的我猜就是他应该自己说过所以可能别人才会像他刚刚那个观众他他是一个老呃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很多年的一个粉丝的话对他应该是能了解到华哥说过些什么我觉得就是这是真的就是真的粉丝可以这么去说换成我的话我觉得我不太好意思对他们好像现在有好多人都叫他老刘什么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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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那种 但是确实你知道我们可能确实我没法评价你我先说你勤能补着我什么的我我可能确实是但是华哥其实自己他在片场有时候也会这么说啊那就他也会说那个我们在呃我我们那个时候嗯甚至他还有说他说那个五虎将那个他那个自杀那个演完之后所有的报纸就开始写我是不是实力派是偶像派哈哈哈因为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个阶段就是呃华哥的确是 演什么都像刘太花嗯他是经历了那个阶段嗯但现在我觉得这几年就是明显就感觉他就不是这几年好像这一段时间来他嗯他到了真的我觉得演什么就他是将心注入就那边那边琴巴克那边那边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进去了哇这个作为导演应该是能感受到当然完全不一样那个状态啊嗯嗯实际上我有时候这个戏还稍微奇妙一点点为什么啊嗯就是我洗我需要有那个影子嗯 嗯嗯嗯对你是不是你怎么定定位这个系你刚提到图画两个字嗯是个什么气质的系在你自己准确的去描述它其实就是嗯就是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说现实主义啊我我喜欢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土壤上我们稍微就剥离一点点其实那种剥离呢或者说呃贴地飞起来一点贴地飞起来对对对但他又不是说挂到树上太飞了啊但是你的确挂到树上过吧哈哈哈 摩托车摩托车对对对对对但那是一种一种与会吧或者说定规矩我们话剧叫定规矩啊然后但是我我喜欢这个他童话的感觉他是他其实是把一些情感嗯或者说一些我觉得比如说说童话也好还是说荒诞也好我就觉得比如说嗯这里面的情感我希望他是真实的嗯但是他可能他的事件他有一些荒诞性嗯他有一些偶然性嗯但实际上 并不影响说我们看待这些人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那种最真实的情感的反应或者他性格在这一样一个这样一个处境下他能做出的那些符合人物的那些嗯啊那些一二三四嗯对就像说我说当然踩到肥皂飞起来这是一种这个对那个有点就飞起来的感觉哈哈这是一种荒诞嗯对或者是一种假定然后当然但是交换身份也是很巧合是然后但是他遇到一个阶层 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一个女士嗯呃他有但是他仍然有真挚的情感嗯对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我我喜欢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这是因为那种情感是美好的嗯嗯可能我我愿意相信一点美好的事情我觉得是你的一个主动性的一个对这是我的一个选择因为比如无名之辈感觉荒诞如果天平的话比童话也我觉得也有童话的一点点的感受人生气那种感觉对对对但是荒诞的多一点啊动作喜马 很多啊几条街啊啊往前走但这个我觉得同化的感觉比荒诞的你提到的原词就会同化的多一点嗯这是好像哎这跟你选择这个故事城市上海是有什么关系吗你永远会选择上海哦其实一开始选择选择上海有几方面原因啊嗯比如说这个里面这个演员这个身份嗯嗯啊我西我觉得我我当时想着说要不然北京啊要不然上海如果从我们认知演员跑足啊或者说 能有能够有个土壤养活自己的啊当然恒电它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一个故意一种演绎的发展的地方了嗯这是一个原因吧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我我觉得上海有那种有那个童话景嗯还有那种你看我们找到景嗯对当然它也包括实际上呃有时候我们拍华哥走在一个围墙下面呢对他有一些这种呃冲撞吧嗯 反差吧嗯它也确实存在而且上海的弄堂嗯也好还是高楼大厦也好嗯它的那个压迫感也有嗯什么的我觉得我觉得我喜欢当时我就我就把这些元素想起来之后我就把它定在那里嗯万歆他那个上海普通话是他是他本来就呃是学的还是他是上系毕业的嘛但是他不是上海然后他现在不是上海对但他现在也是上海媳妇嘛啊对所以我就说他还还还ok啊还有跟郭金飞进来的那一类 郭金飞一个上海人吧不是啊郭金飞是金飞啊哦对北京人啊但是他这个但是他是上系啊就是这个他们都是他们同班同学啊哦所以你看那个上海话对话起来对对对对这还挺挺问题的郭金飞也是上海女婿嘛对一个上海媳妇跟一个上海女婿在那演了一场上海人的戏这个这个戏我觉得这个反正我我还觉得ok他就是的确是有点上海了他的那个状态而且他其实 其实我不知道你里面是不是设置他包括他但其妈妈他是说他是没有结过婚的就生了一个孩子带了孩子十几岁嗯你为什么会把他设计成这样的一个是还是有你的一个希望的表达是吗对女性的这个关照你其实因为如果说到时候播出的时候都上映了嘛嗯嗯对的上映了从情感上从情感线上来讲其实现在确实做了一些删减哦对从万歆这个角色他其实可能 他复杂程度 可能要比现在 要更复杂一些 我觉得我能看着 对 他当然了 他是一个 在我心中 他就是一个独立女性 他可能 他是勇敢过的人 他是勇敢为爱付出过的人 所以他说他没结过婚 是因为当年 比如说他的男朋友 要出国的时候 他只是选择了 没有告诉他 对 他说我支持你 但是我以为你会回来 但是这不是没回来 这上半句没提 对 但实际上他是那种 就是我等你 我等着你 但是你不是后来就不管我了 不管我了 那我也要把这个孩子 要留下 要留下 是 那我就成为他的妈妈 我把它带他 但是到现在 他不是有句台词说 到现在 我绝不相信 我不想被物质打败 但我也绝对不相信 纯粹的感情了 对 但实际上我认为 他是一个经历过的人 他有经历 但是 而且 当然他的阶层也让他 当然我们也提到说 孩子也会说 万一你相亲 会相到一个旅行员 他其实也在做这些 对 他也会去相亲 但他肯定会有 看不上的人 对 比如说甚至 当然实际上 我们也删掉了 完全有句话 他在那跟表演一样 在那说傲慢与偏见的台词 实际上他是喝酒之后的 一个状态 在后面回忆用了 没有没有 傲慢使人无法爱上我 偏见使我无法爱上别人 就是他在自嘲的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我认为 他其实是还挺 当代都市女性的一个设定 是的 其实他爱上刘德华 或者喜欢上刘德华 我们先不说爱上吧 我就说 实际上他在 他亲了他一下 可以离开他 就很多天 我觉得没办法 我觉得那种情感是说 我欣赏你 但是我觉得我们 没办法在一起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不是今天说 我说90年代 还能相信这种 浪子跟白富美的恋爱 但是让小姑娘说了 我们也不自由 我们就不谈了 没谈了 现在可能现在更不相信爱心 所以他其实两个成年人的考虑就更多了 我觉得是就会有这些 刚刚我也听完你的故事 但是所以我就说这种勇敢的东西 觉得他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我您一说 他这里面讲到说 包括刘德华那角色 你看他今天有个观众 我觉得聊得蛮好的 就能看出刘德华 那个情感上的气质上的变化 他想能够也迈出一步 能够跟别人建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 也挺勇敢的 也需要勇气 我觉得我那个观众还聊得蛮好的 我有那种感觉在我没说 他居然聊出来了 万切其实跟你合作很熟了 基本上都是跟你都非常知道 用他的玩笑说 我现在拍了三部电影 他已经占两部了 除以这样 演了我两次女一号了 已经够爱他的了 对 但是中戏跟上戏 你们这种联动也挺多的 应该是 我不知道 我没有客举算过 但是我们老是开玩笑 说中央剧像滑动分院什么 这个太坏了 对对对 我就想问你 肖阳怎么样 因为我是喜欢肖阳这样的演 就是你一开始会不注意他 结果他会越来越抓你的眼球 越来抓你的眼球 这几年就是我都感觉到他的表演 感觉越来越好 老肖是用直 他的舒适趋势是直觉 对但实际上这一次我没给他太多舒适去 坦白说我可能对他跟他之间的这个工作 我可能还有时候会经常的去挑战他 对 对就是挑战这些互相 对 因为实际上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反应 可能是他的 比如说他他之前的经验 对 因为老肖我们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专业 他不是完全学这个的 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其实他非常好 他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直接给你他的那个判断 但他有可能也会直接给你一些完全错误的方向的 对对对 差别比较大的 但是这是个舒适区的问题 那天我和他我们在一块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聊这个问题 包括他最后那场 在舞台上 他其实那个是有一个层次的 他是演一撤 那撤是演的最好的 对对吧 他演一个演一个演员去演的角色 对他他其实有层次 然后也得有一些 所以那个其实当天 当天他会他的 就是我们其实也磨合了一些时间 对因为他 对他来讲那不是他的舒适区 我就想对 但是其实可能是他这个戏里面应该是绝对是光彩 比较光彩的那一两场 他其实特别需要跟你这样的戏剧导演来去多合作 其实很成熟电影导演 因为他是明显的演员 他是野蛮生长 他自己当过导演 对 我觉得他自己心里 他其实应该喜欢这种被挑战 我不知道 但是他可能最后他对结果是还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那块就肯定是要 其实那块不光是他或者说 就是这个陈小萌这个角色的高光 高光时刻 所谓他真的去好像演了一出戏 然后是汉畅淋漓的 虽然还是被识破了 对又迅速回去 但他那个状态 他需要给到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老瞎当然是做到了 对 但是他可能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他他会不舒适 他会有一点 不是你换了他 我也顺道问个这个小问题 已经致敬了那么多 为什么那一场戏前面有贝克特都上去了 那跟你们那是对你很重要的一部戏剧吗 还是把它弄上去了 那么其实都是小彩蛋小礼物 其实都是小彩蛋小礼物 你要说你要说这个卡肯定不能说我们拿这个戏跟不是跟Endgame有什么关系 跟中局没什么关系 或者跟残局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彩蛋 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要下面有一场戏要有很强烈的这种舞台感的一种暗示给我 我作为观众这是有的 就是告诉你我后面可能会有比较戏剧舞台化的东西要上演了 对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一直把那个镜头推到大幕拉开 然后你看我进入到第四幕戏 比如说像我们戏剧是四幕 就比如感觉我们推向了一个 中局其实就是高潮戏的这一组的开始 几番几斗 我觉得这个肖烟是 所以说其实你不觉得是到底是你觉得他们俩怎么定义这个 不叫定义就是你刚才说了他的气势 他就是喜剧 你看今天我们的就灰结 我照着喜剧眼睛出了这个还超出我的这个想象 说明其实你跟大家看剧本的时候 是故意的是吧 你是有一个完整的东西 跟不同的演员有不同的要求 我觉得他可能是他以为自己会比如说很搞笑 对其实没有那么搞笑 对其实我没有刻意想让谁搞笑 因为我也没有想要让谁搞笑 灰姐可能对于小蕾来说 他因为我要让他说方言嘛 对他可能会有一点代入性的 但实际上他还是起到了幽默的作用 对他这个角色还是可爱的 就是我还特别喜欢他那个唱完歌那个回头那个亮相 对我就很可爱 就是还笑一下 我就很喜欢他那个 我一直我这次对我这几个角色的亮相 我都觉得我们设计的挺好的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观众在成熟 就是在国产电影里面 大家终于对各种的带口音的方言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而且观众包括演员导演 他就摆的比较合适 就不会让你觉得你故意带给我加点什么花什么的 我就觉得国产电影越来越多了 就是这是我们真正的 都市其实就是他 我觉得拍古装片可能不太有能有口音 那是搞笑的 我觉得那种感觉他 但是实际上古装他时候他应该有 但他已经建立了一个语境给你了 对吧 或者说我觉得好像都市的 就是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身边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口音 对 其实其实为什么到荧幕上 我们不承认这个口音了呢 不要把它自认枪圆的在那说话 对吧 其实我觉得那样更生活嘛 而且还有一种 我觉得可能潜移默化的观众 我觉得都是看引进片 或者在网上看电影 本来都是字幕片 现在广产片加字幕 本来就是一个强行规定 对应该是个规定 正式规定 应该是吧 对 所以你就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么多年 反正潜移默化大家就加 而且中英文的 以前没有英文 后来英文补上了 所以就可能就还好 就是会更容易让大家进入这个角色 理解故事 就是反而有这种距离产生 反正我是听说说 我们的观众是适应看字幕的 对 好像说美国的观众是不看字幕 不他们实际上不但是美国 就是欧洲都是这样 他们他们可能是年纪 他们观众的构成啊 他们中年观众更靠上 他们是不太去都是配音 你要去欧洲 你看他们呃 现在美国大城市是没问题的 大部分其他他们就是配音 而且是欧洲为主 德国意大利 法国 我去那小镇完全没有没有英语片 除非超大的那种 现在漫威这个放原音 不然他都是就是配音 配成法语 配成词语 明白 这是他们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所以我觉得这在中国 我觉得倒好 倒完全慢慢的 大家接受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次人长去这个四个字 是你自己觉得是OK的 是吧 就是没有故意要给他 要改个什么其他的名字还是 反正这次他们宣发埋怨我 就是这四个字 对其实是 这是这是一个意境吧 算是这样的名字 可能他还是有点 可能是有点咳 或者是什么的 因为可能 我取名吧 确实是也因为 就可能会会冲动 会有一种那种主观的那种 那种那种没有 但实际上你要说我满意这个名字 我满意的 从我的角度我是满意的 但是可能从宣发的角度上 是他们觉得说 好多人可能不太能理解 对 它是什么类型 简单来说 它是什么类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它是搞笑的 它是喜剧 它还是悬疑 还是犯罪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词 是不是不太不太准确 对 人潮汹涌 但其实 其实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 它这个名字也契合了 就是它是有时候 它走着走着 电影 它不是一直说电影 它自己就成了一个人了吗 它像应该有生命的东西 它好像走着走着 它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就包括我们经历2020 对 其实我就渐渐的 我还觉得 人潮汹涌汹涌 还过去 夹杂了一些 或者携带了一些 什么住院 或者什么东西 但实际上一开始 它的表达 其实就是 就是我写到那句台词 说人潮汹涌 感谢遇见你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这个片名 对 就是觉得说 它的交换 甚至 我不是还说吗 我认为 我认为这里面的 刘德华和肖泱 它其实也可以是 人生的两个阶段 就是 就是你决定做一件什么 换一个方式生活的 一个阶段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 我觉得换人生 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换活法 我觉得是 很多人都期待的事 你 反正你从戏剧当中 到电影当中 我觉得这不叫换 对吧 对 你肯定是不叫换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想 想过没有哪天 自己要 如果要换 会换成啥样 或者你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我们一直 其实我不知道 我感觉大部分人 都还是会在 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停的想要换一个活法 对 或者说 我很讨厌我现在的我 对吧 比如说 我某一个时期 是不是很讨厌自己 不讨厌自己 我是不是要加强一下 我是不是要改一改 当然也不排除 有一些乐天派 但是我都觉得 都可能会存在 我这样想法 但你要说换人生 我觉得很多人 是不愿意换人生的 对 因为你换人生 你就会意味着 你失去你现在的人生 你现在人生 其实 就像我里面 也有一句台词 叫再不堪那也是我 对吧 你在里头也有感动 也有美好 你怎么能够 而且当然 当我当我为人父之后 为人父之后 你换人生 你失去的就 哇 那代价 对对对 那是肯定是 但是你换活门 我觉得是可以的 有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己 理想的 就突然 哪怕就是 开脑洞 想换个什么样的活法 完全平行世界里面的 让我吃 我真的之前 我跟一个朋友 在那推 说我们之前都爱推 对说往后推覆盘 说你人生在哪一个节点 做一个重大的选择 你可能就不是你现在的人生 或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就 刚刚我说的那个沉重一点话题 就是我们就不愿意推了 因为你要推的话 你就会 你就不一样了 你特别是 我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儿 你不行啊 这个事 你没办法 明白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 已经问完了 已经到了重大的门槛 对对对 他就没办法了 是的 只能是说 比如说孩子 只能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可能只能通过 你从现在开始去 够那个你想要的 对 你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你去够你要的 你想要一个舒适的方式 和安逸的方式 哪怕我不努力了 我就这么招了 我就这么 我就这么 不像努力吧 我就这么 舒服的活下去 也可以 但是你是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个 从我的这个角度 但是 当然现在我可能愿意 包括我健身 或者什么的 可能是愿意 再积极一点 对 我自己 可能我说为什么问完了 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在三十二三岁的时候 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也要慢慢梳理 反正还是想去更多的户外 把时间放在户外极限运动上 多一些体验 但我认为还是换活法 对 我说这只能是换活法 我谈不上换什么人 因为我去 因为没有人能真正的交换人生 就这里面我们说了交换人生 所以看那样 对 他只是 他交换的 他也是一种 一个暂时的 因为你永远 就像肖阳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 他如果我换成刘德华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发现 我还得吃素 然后我就发现 然后过几天 我就胖了 我又成肖阳了 我就不是刘德华 对吧 但是这样一个道理 刘德华换成了肖阳 然后天天就还要开始收拾 搞得自己特别的对吧 非常帅气 变活了刘德华 对 我觉得真的 这本身可能就是个习惯 换完了 那个人还是自己改变不掉 所以你有没有自己现在的团队 基本上来说是编剧 还是之前 还是说你会合起 和歌星团队会有不同的变化吗 这次有变得 这次有变化 但是实际上也都是之前戏剧的 这次 比如我上次是雷志龙嘛 我头两 你好疯子跟五名之辈都是雷志龙 但雷志龙现在仍然在跟我合作 但是在这个作品的时候 因为雷志龙在写他自己别的作品 所以我们就用的是 我以前的做戏剧的时候 也合作的编剧 对 然后也有新的编剧 对 你自己觉得 其实你看有些导演 都是自己写 其实你觉得跟编剧 我也自己写 对我知道 就是说你看 就是是不是还是很有必要跟专业的编剧团的一起合作 去做这个编剧 其实比如或者说 你在你看的怎么样去界定导演 要什么样的故事决定了吗 还是个性决定了 去参与更多的编剧工作 或者是你的 或者是你的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职业导演 就是他们的定位非常轻 其实我还 就是这个话题又聊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 变成说 有很多从国外学回来的导演 他们其实是不擅长写剧本的 OK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 他们 但是他们回到国内之后 他们是吃亏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他们可能因为 其实他们作为导演是没毛病的 对 但是我们总是要把导演跟创作者 或者甚至包括我们入行 我们靠的敲门砖是剧版 对 现在依然这样 对 现在也依然是这样 所以他好像你 你不是一个擅长写剧本的导演的话 你往往有可能 你没办法得到你的开始 对 所以我 但是其实我相信在 或者说在国外是 或者在美国 大量的职业导演 工业的 那么工业比较完善的 那么一个 他大量的职业导演 他可能不参与写剧本 是的 对 他就直接来了 我们就拍他 或者香港好像也是这样 对 所以他们会很快 对 他们就这个是他的工作 对 我只管拍摄 对 而且他们制片也比较严谨 说剧本不能改 一个字也不能动 所以你就必须按照这个我拍了 可能也可能有这样的要求 但我也没 我也不具体我也不了解 但是在我们这好像就是说 我们已经习惯 也等同于这个作品 或者我们更习惯的方式是 他是导演的 或者说 导演气质的作品 其实需要这样 对或者说他好像更需要去左右这个故事的 或者他来选择这个故事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是至少在我这边现在依然是这样 我可能需要跟专业的编剧团队一起合作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说 还是在他们比如说他们会提供很多很多的 比如我也会跟陈建斌一起工作 他的第十一回 我是兼致 但实际上我也是所谓编剧团队的我们叫副演联盟 什么联盟是吧 副演联盟就是多了 副演 对对对 多一些眼睛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在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编剧团队 但是我们不署名啊 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提供一些思路 和给到这个给到这个陈建斌导演来选择 那么我也一样 假如我是导演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是在不停的给思路来我来选择 那么最后我们形成了一个东西 好 那其实是我 我们来一起形成 那么开始写剧本 一稿二两稿三稿 到我最后我还会再写两稿 对对 就大概是真的 你看这个哪怕电视剧 中国都是有非常职业的电视剧的导演 剧本把这种给到他 对 就起来了 中国现在还真的就是 我觉得跟这个行业成长的是大背景有关 对 就就出现你说的问题 你看你在国外训练的活挺好 但是你在这融资的时候发现 你没一个属于自己的剧本 怎么找活好像有点困难 对 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对 这就对新导演尤其是这样 对 尤其是这样 因为其实你要说他他没有能力拍好一个片子 我觉得不是 但是他可能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创作者的信任度不够 对 而且这个可能在 要不他也带完整的片子回来 对 有一个完整的代表自己的作品 也行 要不然你就在国外已经 对 要不在国外 对 就是在国外 要不然的话真的就很难 但在国外我觉得是不是也没那么难说 我在国外就拍好了 什么 对 特别是商业电影 融资我相信都不容易 这是一件 反而中国现在相对而言应该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年轻导演的机会 应该比比刀要多吧 明白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大家其实在这个行业还是很爱导演的 明白 还是很爱创作者 然后只要觉得有可能还是爱电影的人还听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 对 我觉得在国外我就听 特别是你如果你还是个华人或者怎么样 你不容易进入人家的那个圈子啊 明白 搞一搞 所以说后面你自己真的不拍电影的时候 除了跑步你其他业余习惯或者说爱好 或许搞点什么别的吗 或者其他除了就是运动是不是就跑步 还是有什么别的运动 撸铁嘛 对 其实我撸铁比跑步多 我不是 对 我之前不是说那个 呃 不是说那个在酒店那个时期是跑步多一些 对 后来因为我确实是 我刚刚不是也承认了 我确实在这个跑步没有养成那个 那种享受 我知道有很多人说跑步很舒服 我出发自己的那种那个什么 但确实我没有达到 对没有达到 但是后来呢 但是也必须要运动嘛 嗯 所以也就结合了一些 呃 器械吧 对 器械啊什么的 当然也包括一些什么 keep 那种啊 keep啊 跟个人一起练 一起练那些东西啊 什么 但其实当然还没有到达你那么专业的程度 我那是当成旅行其实 我就能去一个没有去我的地方 所以他都不能称之为我的 我我可以这么讲吗 我没有什么运动天分 嗯 他都不能称之为我的兴趣 嗯 他只能称之为我的一个自律的啊 一个要求 自己给自己一点责任义务 对要求自己的一个义务 就是如果我现在超过两天 嗯 我就会愧疚 啊哈哈 我对不住自己 我觉得我对不住这个 这这么 这这么一 接近一年的 这么这么这么一个 你就想想你就是一个内核 装着一个刘德华的削秧 我觉得坚持锻炼 我是可以变回刘德华的 对 我觉得这个需要给自己打打气啊 所以别的兴趣 其实当然 差不太多了 我觉得就是 因为以前到中年我好像也也没有什么 以前还以前还玩游戏 哈哈哈哈 现在好像也就是 就是那些对 因为伐善可乘的生活本身 朋友聊聊天啊 饭局啊 我觉得这就是我在想 今天跟土木头我们现在在这聊 所以说真的是怎么能让自己多一些 不同的维度 然后丰富自己的生活 反正 但是他是个记者 他从他的职业角度 他就需要这样 他才能采访不同行业的人 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优势 还在他的写出来 对 还出书什么的 这有时候跟导演不一样 你自己觉得拍这几部 你后来 你会能感觉到这几部下来三步往后 你会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 想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导演 或者我不知道是风格还是类型 还是你自己一直想了很多年的一个东西 还是说让他继续自由奔放的成长 长到哪再说啊 我可能 我觉得我还是会慢慢的往这个 所谓这个 更造梦的那种 那种那种感觉去吧 对 我当然我从来不会觉得说 我觉得从风格上 我自己 我可能 当然我还是更喜欢说 有点黑色幽默啊 或者有点冷幽默啊 还是有点什么那种 学位的荒诞劲啊 但其实从类型上我其实也愿意去尝试 一些别的 我很想拍个科幻片 对 我也肯定是自己在琢磨说 但是其实我也对比如说 有一天我看一个小说 那个路内的什么叫敲头记吧 好像 那么一个敲头记 对 晚上没有生意可做了 在城前上站着一个侠客 他像一直想报仇 所以那帮那个风尘女子就请他去 歼灭这帮这个这个敲头打 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 就像这种我也挺感兴趣的 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拍一个 跟武侠有关系的 我也愿意去做这种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从类型上 我没有想要束缚自己说 我一定要去拍什么样的类型 但我觉得风格上 我可能这个其实就是可能就 因为我做戏剧也是很多年了 我大概其实 但这个风格是从戏剧来的吗 对 其实是的 其实好多戏剧观众看我的电影 他也会觉得说 他会他会觉得说这是这是我的电影 对 就是你的那个印章 其实是在这 对对对 他其实会这么去去想的 哪怕可能说 哪怕可能会有人说 当然我前两户会有人说 太太话剧了 或者说毕竟是话剧导演 转过来的呀什么的 第二部还会有人这么说吗 第二部也会 第三部更也会吧 你看我还故意有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电影化非常明显 那第二部有人说 我还觉得 那真的是从戏剧矛盾冲突 怎么的角度 我不知道第二部 变化很大 对 但是但是会也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有 我觉得其实后来我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也有 当然他有 优势也有劣势 对我来说 对 我有我的惯性创作方式 也会有我清醒的时刻 对 我觉得这就是慢慢来吧 最近就像我说 我不见得经历过 特别系统的电影 这个学习 确实这个是我 缺少的一环 那我甚至 我真的明年 我想去 具体上哪个老师的 我就先不说了 我已经我已经去 在准备去电影学院 在在在 虽然我已经40了 哈哈哈哈 我想我想一边这个 这个当然不是那个 比如说我们上的是在职的呀 我们能够有一些这样的机会 对啊 我们觉得其实是去 可能有些人会说说 你还需要吗 什么 回锅肉 对 我觉得也不是 我也想去电影学院去做一个 学习 如果想反应 其实我都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拉着我 他们今天还有去报什么电影院 有个什么导演期 什么一个 一个什么研修班 有类似那种啊 对 我说我有时候都想去 就是我自己 我的生活 我自己想写上去 我想搞明白 我想给一个完整的时间 然后就是去能够更完整的变成一个 我们内容输出的一个人 有各种表达 不是咱们通过聊天 写作 甚至去写剧本 以后找不到期间再说 我觉得年不年纪 我经常不太考虑这个事 管的 我那边现在50岁了 这事只要你觉得 有那个欲望表达 你赶紧去干 我是不太想那么多 对 你是我们 你是我羡慕的那种状态 我反正可能就是不太记后果 可能也不会有啥 但其实这是洒脱 你现在还是有洒脱 但人要有洒脱的资本才能洒脱 这倒是 对吧 有时候你心态会 就是我们当然就像我说换个活法 还是怎么样也好 甚至有一天我在那跟我太太说 我说你看我说我都40了 我说我觉得我想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别逗了啥 对吧 结果好像没几天就 回复原状 是吧 男人总是每个月没有那几天 也有那几天总会想三小自习 是啥 别干了 然后那但是那我说点 你真的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40岁 你会不会有 你是80 那就过了40岁了 对吧 现在21年 我是40岁的生日在南大洋上离开南非开普敦玩意想这个玩那个生日 你这凡尔赛发言 收回来收收收 然后我想说你有考虑过就是有那种下半场的感觉吗 当然 我就很明显 是不是男的 当然我觉得女的都一样 跟男女无关 是不是40岁好像真的 女的会不会25就开始考虑了 这现场有好几个也问他们 他们可能比我们更焦虑这件事情 我是知道是我问我好几个女生啊 他们说啊婚恋 有我的同学跟我年龄相仿 其他年纪我不敢说啊 我的最好这发小们 他们说25以后就感觉不一样 就是还没结婚 甚至有他没谈恋爱 家人会问 但男的就相对好一些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好 这个关于婚恋这个时候 现在都市里的都还好一些 对大多是应该就还好 毕竟还有广大的人2345 现在谁知道呢 本中真的又不一样 你自己那个明显的感觉 你会思考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东西对你更重要 下半场的野心的方向所在 电影导演不用说 反正会继续拍下去 但他对你真正的影响 让你闪念过什么东西出来 我的下半场 其实你觉得你笃定 笃定了方向了吗 其实我不知道 你到40的时候 你觉得你在你未来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想清楚了吗 就是所谓的不获 还获吗 还是不获了 我是因为我不知道 那我当然肯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例 我原来的计划真的就是在花七年时间在陆地上 我到了七年的时候 我觉得陆地这个越野跑 全世界跑那么多海岛国家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就按照我的计划 我希望第二个七年是全部在海上 然后翻船环球 从参加比赛到担任 这像是一种愿望 对 然后它是一种可实现的愿望 对 仅此而已 但是我中间接受一切的变化 接着疫情来了 那咱就变 明白了 但是这个事可以往后排 我就有一种紧迫感 我就那种紧迫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做太多户外运动的 我就老觉得明天我死了 我有多大遗憾度 我会经常真的会这么想 所以今天下午被吐磨头 我就问了 我真的你到底怕不怕死 他是从科学的角度 他解脱了 他真的对死亡和解 他是从他的这个角度 科学的 他怎么解 他怎么和解的 他就说本质上就是我们的DNA 我们的生命的终结 是进化出来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是人 就就进化到真核生物的 出来之后 死亡这件事情才出现 之前其实可以不用死了 死是一个过程 需要的过程 所以真正的生命新生代谢 是一个进化的 不断演化的过程 他是为了传递我们的DNA DNA他自己有延续下去 而DNA你和我之间 本质上咱俩DNA几乎是 那个差异忽略不计 所以从他的角度 如果我死了 其实DNA 其实还有很多人继续 还延续 其实没有关系 真正的价值是创造 我能够后天的 努力换来的一些创造性的东西 这个是他所理解的 所谓的生命下的意义 所以他就觉得 他只要一直在做这个事 他跟死亡是可以和解的 明白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我在大概13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就意识到 这件事 十三岁差不多 对 就是变成说 差不多 有一天就被那种突然的那种 梦里面梦到了 比如说梦到说 谁谁谁死了 好好 你会流泪 难过 对 但是还好 我不会死 然后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 不 你也会 然后你就 我就会从那种梦里 梦颜一样的就惊醒过来 小时候就是戏剧导演 但是那种东西 给我的那种冲击力 就是说 反正我就从那个时刻就开始 开始很恐惧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那可能是 也是自我在独立 还是说形成完整的 一个自我的过程中 所以你会 其实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从那个时刻就开始去 认识这件事情 或者说是去思考这件事情 但是后来 慢慢 实际上现在有时候 那种释然肯定没有到科学 这个释然上 但是创造 创造就能消灭死亡 这个话 我是大概14岁就看到了 这话好像应该是 罗丹说的一句什么话 是吗 对 它好像是一种意思是 你留下什么 其实有点像说 你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它雕塑 石头是在人类目前文明 一路下坚持线最长的 对 比如说它好像就有着 那盒好像莫名其妙的会 感受到这些东西 那时候我就会去想 那么现在可能 你刚刚讲的像那种愿望 我可能没有那么 比如说七年规划的 我一定要完成一件什么事 我坦白说我现在确实 我还在 就是这个摇摆当中 这几年对我来说 我的变化还挺大的 这五年吧 对吧 我们今年是 我们20年刚结束 对 这五年 五年当中第一个是 我孩子五岁 正好是五年前出生 对 然后我呢 五年前成为了一个电影 对 所以实际上我 今天我真的觉得 我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就没法说我 我已经足定了 我之后要走上一条 或者说我除了电影之外 我要不要去完成一些 什么样的心愿 对 有时候 可能当然 如果回溯到这个事情 可能是不是有时候 你的焦虑 或是因为 现在有些事情 推着你往前走 你不像以前 你还在分配你的事情 甚至有可能你一年 过于被动 是吧 对 现在好称变成 有些事情在推着你走 所以你来不及 有时候真是来不及 当然你对项目的 那个计划 你肯定是每年都在做 对 但是你对你自我的计划 我现在确实觉得是 我没法讲 我好像笃定了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所以说不说计划 我说就是你有下半场的那种 你经常说互联网 什么什么下半场 就是这个人生的下半场 你突然觉得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人生下半场就是 强烈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真是有点那种 觉得 觉得 比方说我们活80岁 就确实是下半场开始了 所以我刚刚不也跟你说 我说我会跟太太说 我们干点啥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 活得更自我 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 多活一些 或者说哪怕 我说我也希望 你能活得更自我 不光是我 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做一些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情 当然可能确实 你真的这就是一个特别 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 普通的人 普通的家庭 对 当然确实他就会有很多的柴米油盐 他裹挟认你 孩子要上小学了 对 还是马上要上小学了 他会裹挟认你 你说 你说你做什么分配呢 你有时候连这一周的家庭计划 你都不一定分配的出来 有可能我说过年要去三亚 然后他说不行 对 但不是说他就影响了我什么 他其实就是生活本身 对 他其实就是生活本身 他有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没法 我现在可能到不了说 我有这样的思考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答案 是 当然我也不敢说我有答案 因为你会发现 但是前两天大家都知道 这个行业是吧 很悲痛啊 赵英俊和张昭 然后就突然都没了 那今天是 是朱勇呃 是那个呃 上营厂的老厂长 嗯 是朱勇的也也都也都也都去世啊 反正的确是就是我们 他这个年纪的相反 嗯 就身边的朋友就就 开始以前我们参加都是婚礼你知道吗 以后可能真的是那个电影 四个婚礼一个葬礼 我们就是再往后身边真的是就 葬礼要比较多 他有时候想这个问题是在想 我我我我跟同胞都说 我是肯定跟你完全两个 线路 试图试图去跟死亡和解 我也厌于我的恐惧 我从来 不能去避讳 但是可能就是我的就是越害怕 我越要去正面去干这个事 所以的确有几次 近距离的触碰死亡的边界就是就是真的雪上 差点下不来约约跑这样我也去救人 或者就是差点就是重伤我也参与过嘛 嗯 然后包括帆船赛是那个比陆地的那种说白了那种危险程度 要直住自己上去 你是用勇敢的面对他 因为不勇敢 所以但是就是要去 然后我不是说麻木 而是说越近距离越去看他 然后这可能跟个性还是有一点 对可能都可能跟个性有关 所以他完全是科学知识 然后他也去了很多地方 但是他是旅行啊 游历啊或者采访 但我呢其实就是拿身体做做实验啊触碰一下 我可能有一种和解确实是因为某种 现在说起来他有点像鸡汤 嗯 对 但是他其实其实但是他是一个很质朴的道理 嗯 就是这样说死亡才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是的 死亡才能让你的人生有意义 是的 但其实他虽然很鸡汤 但是他他实际上他就是因为因为有有始有终你的 对 你才能够说不然没有终点的话呢 那他干嘛都行是吧 然后我那些发老朋友说 我不知道谁还或者删不删我忘了 我就说我突然某一刻 我就突然意识到永生这件事情 嗯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是啊 而且不但恐怖 而且他很邪恶 在我的个人的价值里面 嗯 他是邪恶的 你知道吧 就是邪恶的 对 哇 就是但是其实有几部电影不是拍过这个吗 那个男人来自地球什么的啊 还有还有一个女的 那个一个女演员演的 那个女的永远不老 她是永远不老的 我忘了那个片 反正那个片拍了以来 但是哇 我就觉得我好像不羡慕他 嗯 虽然我也恐惧死亡 但是我好像不太羡慕 但是只能是 我觉得确实是这段话 就是说他给我很大的抚慰 嗯 就这个道理本身 他其实真的是给了很大的抚慰 就是你 对 就是属于在这个 悲观的悲观的土地上 开出乐观的花 还是无意义的这个 无意义的这个宇宙里 长出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正好是 就因为他终极就是无意义 对 那么你们就在这种东西里面 包括什么 什么之前我们说 萨特说什么 荒诞的人不会去自杀呀 他要确立自身啊 什么呢 他要在这种荒诞中 就他其实他 他就是因为都是认可 他们都是认为这个世界是无意义的嘛 嗯 反正反而在这种无意义里 找意义变成了一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 人生的一个价值所在了 所以我就想可能十年后 我我是想嗯 最好还是跟现在心态 不要差别特别大 就是努力啊 就是想干什么就赶紧去干 因为反正我真的就想 比如说一年两年三年后 我突然不管有什么意外 什么帮帮我没了 我能留下点什么 或者说值得被人能 真正真去想念 也都别说记住你 真的就是老朋友 就认识我的人之间 能够嗯 过几年想一想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嗯 我就只考虑这一件事啊 然后做现在 比如咱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聊天 对吧 就是我真的觉得是因为疫情 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去 除了自己亲人天天生活见了 对吧 很多朋友就是见不到了 然后当然不是说非要面对面 哪怕就是长时间的 聊聊个聊点天 嗯 不一定要不就都谈事 是不是很奇怪 对对对 刚才那个下午聊的 同学说 他说他去了火人节 发现一些投资人在那搭了个帐篷 还在聊主观村里的事 他就很崩溃 你知道吗 是这样 嗯 我觉得所以说 但实际上是啊 对就是这个问题 对实际上是啊 有时候你去到一个什么 包括我们也有戏剧节 什么的 嗯 你会发现 还是很无趣 就我现在就觉得 当然也是因为你长大了 你见的多了 你经历的多了 所以你并不觉得就像吃什么菜 对吧 以前吃什么都好吃 我觉得小的时候吃什么都好吃 现在可能就没那么好吃了 我觉得只能像你做的这个是好的 你再不停的找到更新鲜的或者是刺激型的 或者说让你能够坚持的 咱俩个菜我觉得也很 也也也也不会那么刺激 但是他有价值 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我就想知道 呃 让我知道也在2021年 只要暗神潮汹涌的那个时候 焦虑的上一天的一周的夜晚 对对对 他到底在关心的 对对对 真正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嗯 我可能他的价值不在此刻 他的价值可能在一年两年后 会看明白明白 他的价值能体现出来 对 不然我就想没人做这个事 你看媒体 咱就哪里有刚才那个记者 嗯 他他03年说 差一点就采了刘大华 嗯 一黄也14年 18年17年过去了 嗯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媒体 好像全都要短成块 对 来个抖音快手 或者短视频 就是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人和人 他不是这么交流的呀 是 所以实际上就是有时候觉得 嗯 坦白说 因为当然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嗯 可能有时候记者来 他也是工作 然后我们去被采也是工作 对 然后当然我还是尽量做到说 我今天还在跟你一个记者说 我说我说我说上来是比较信任人的 嗯 因为我也喜欢人 我喜欢人本身 所以我也我上来我会先喜欢你 先信任你 嗯 所以你说什么 你问什么 我也我也我也至少我不会特别敷衍的跟你聊 对 但是但是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聊的没有意义 就聊的没有价值 电影类的记者啊 真的是换了多少茬了 就是媒体本身发生了 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哎就不像当年真的还是一帮 我觉得挺热血的一帮媒体啊 电影媒体 嗯 后来他们就做自媒体嘛 一帮转去自媒体 一帮转入 就建设到电影业内 对 然后就 但是现在我都不知道 电影媒体是个啥情况 我觉得可能你接受大变化 你还能感受到 我跟他们不怎么打交道 因为好多时候还是工作为主吧 是的 还是比如说他就是一个报道的 嗯 所以我我就是所谓的下半场 我就想嗯 有的时候说像什么不惑呀 什么致天面再往后 我我就想我的感受是相反的 嗯 我的感受是说 越是40岁以后 越要 嗯 某种程度上的加速 嗯 就是 正常的是不是 咱们青少年 他是他是那个新生代谢 嗯 我觉得有时候得干 知道新生代谢会越来越满 我们的技术代谢 你撸铁了 对 每天就觉得 我们必然是越来越 这个技术代谢的数值 日常燃烧的卡路里会缓慢降低 但我就就要做相反的事情 嗯 然后去对抗它 然后可能可能那个精神状态 怎么维持的久一点 所以应该 当然在健康的方式 我这话就绝对不是说自己要去胡来 或者死的更早 我那不管不过 我就觉得是从科学的角度 对 认知的角度 其实要做一个风险对冲的那种感觉 我不能被生活所谓的生老病死给传统的一些东西给拐带跑了 然后好像现在40岁了 或者我现在50岁或者60岁了 我就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不一定 嗯 这个心态我相信我们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不会 对对对 这可能方式上可能会 当然 当然包括你在哪个城市 或者你从事什么工作 可能都 会差不多 但是但是有时候我也 因为我是从镇上到县城 比如我在县城的朋友 你是哪人 我贵州人 贵州 我县城也有很多朋友 嗯 但我不能说县城就一定不好 但是县城可能他的 他可能不会像我们今天在聊这个问题 嗯 坦白说他肯定是 是 但是有一种县城 我记得那时候跟刘思欣 当然跟他聊很早 是一年前 他那时候他就是在 他自己也说过很多次 当年他不相信那么胡 他越是在这种小的地方 他越可以展现无数的下下力 就是他 我觉得有这样的人 对 他就适合了 对 他有肯定 比如说县城每一个城 还是每一个镇 他都有一个 受大家尊敬的人 嗯 对吧 他应该大概规律是这样 嗯 对吧 就跟古时候都会有举人什么 在这样 或者有些人 他可能就是擅长 他不需要走出去 他也可以进行自我的提升 嗯 他找到一个他的通道 对 但像我这种说俗一点 就是我还真的是 你不让我去看 其实让我间接的去了解 我还真的不一定能够 就是那么的可以 形而上的去理解一些道理 我真的是看哦 身体经历过了 嗯 我才大概有些反应 一些思考 嗯 我觉得现在很多 你特别你 其实你是一个有同趣的人 啊 你是一个有好奇心很强的人 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 嗯 就一件事就是放弃一些 过多的 嗯 不一定那么必要的欲望 比如说啊 赚很多很多很多钱 明白 比如说 一千万以上吧 赚个几百万 现在你弄弄力还是可以的啊 对 你一旦放弃了那个 因为发现 A其实选择还是挺多 明白 不是 但是是好奇本身实际上是个优点啊 就是对事物保持好奇 对这样东西 或者说对外面的世界 对 保持好奇是个优点 有很多人其实是很难有这个优点的 嗯 就是或者很难好奇了 嗯 就是他会慢慢走到一种 就是就像说 我好像我什么都见过 嗯 对 他其实其实没见过 对 但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见过 对 他也会有的 所以我认为说你这样是好的 我一开始以为这电影让我有好奇心 后来发现其实不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看贤书 对对对 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 我们小时候我在青岛 他是有那种书片的嘛 我就看梁花花开始 嗯 看武侠小时候我就都行 只要你能阅读养成个习惯 就就就就才知道啊 原来这个我不知道 那个不知道这个我想知道 那个就是他电影上好像太具体了 虽然我们现在啊 小时候觉得 对我也确实觉得有时候电影很具体 太具体了 而且电影其实 其实到这个年就可以怎么说 就是次是就 哎呀真实的生活还是啊 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需要 从职业的角度 我们需要做这样 他还是得有戏啊 对 就是还是在心灵上的按摩 或者让大家短暂的逃避一下现实 还是有它的巨大的价值 明白 但是我我觉得我现在心肠开始变得狠一点 就去多去看去废墟 啊真实的世界是这样吗 啊是这样的 我的天哪 你想到原了怎么是这样 是不是强大了一点点 明白明白 哎呀 你自己今年怎么样 反正最后就简单了论 你春节是什么计划 这个 还新冠之后的 又一个春节 对 然后 嗯 春节 今年不是要上映吗 上映但是 不能跑各种地方是吧 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这个规划呢 正好就好像空出一个时间 因为我孩子 因为北京前两天不是那个前几天 不是停课了嘛 嗯 就幼儿园突然之间就停了嘛 他最近我女朋友他孩子也是 对 所以发到三亚去了 对 但我孩子是又去成都去了 对 因为成都毕竟还 有点小朋友还可以出来 他们也没停课 但是他没有去上幼儿园 就还有点小朋友可以玩耍 嗯 北京吧还太冷了嘛 对 所以就 所以可能我春节还是就回到那个 就去到成都 嗯 陪孩子过个年什么的 然后 就计划这个正常的 该工作就再回来 对 如果成都正好呢 有上映的时候 或者有什么呢 我们就去 我觉得光线不会放过你 对对对 就发行地面团队 一听导演来成都了 这还不各种厅排起来 对吧 我应该还是会去 就是比如正好在嘛 我就去 出现交流一下 然后成都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失误之后 对 不不不可能 我今年可能会早一些回来 对 因为好多事情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毕竟还是会牵挂这件事情 虽然 虽然说现在 还有很多收尾是吧 对 有收尾 或者说我们究竟 你在哪一块 要再做一些努力不 或者什么活动没有 或者什么线上的事情有没有 怎么可能还是会 我还是那种人 还是想要再去使一分力 应后其实是需要第二轮宣传 应该根据前面的释放出来的各种东西 然后再追着去打 到底 我们现在是预判不出来的 然后我以前做工作 就天天定这些事 第二周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有的片方可能 或者片子没有子弹了 他就打不出去了 也蛮可惜的 其实这个是需要团队在这种蛮辛苦的 ready就做好准备 随时第二轮接着往上打 对 其实你说就反映这个事 对 就像我们初三是情人节 我们今天初三是情人节 以我对 我 以我目前对春节党各个其他片子的了解 我们是初三那个情人节选择 可以多看看的 至少有 现在预告片里面 他们俩接吻那个画面 在终极预告里面吗 马上的预告里应该就有 这会有吧 我觉得这个物料要应该去 对吧 这个点是对的 他们肯定都想到 这都大家都是专业的 对 但是那场戏 你记得他走了回头 那一整场戏 还是很应景的 就是他突然他 你记得万千回头那个表情 当然 很无奈 那是他全篇我觉得光彩的 那么几秒 对 我觉得挺勾人的 其实刚刚你说的时候我都 我头顶突然鸡皮疙瘩了 对我也是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是 应该作为预告片放 还是应该作为上映后的花絮去 反正把初三你说的对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脑一过来 真是啊 对 那动画片不想办 正经谈恋爱的 对你看唐探肯定很厉害 但是他胡打胡闹 他们很开心很嗨 适合情侣观看 他那是你这适合情侣观看 而且我觉得刘德华我真的佩服他 他真的好像跟三十几的姑娘们站到一起 都永远还有那个化学反应 什么妮妮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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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这个你没有任何的违和 会觉得哪不对 你知道吗 这太厉害了 中国好像唯一也就是他 我觉得没有了 你中正发展的行 我觉得中正发展都不行 但发哥确实也比华哥要再大一些 对 对 对 那就看春节吧 然后希望能够咱们找机会再来聊 我开放对话开放就是想聊了随时回来 可以可以可以 我跟我很 其实我今天聊得很开心 真的真的 我觉得没觉得累吧 在这也聊了一小时四十二分钟了 真的 快两小时这太晚了 我估计我不用看我就知道太晚了 十二点过了吗 这都是 过了过了十二点 你看我都没有特别大的 那天我送肖峰 我们俩聊了 都下楼送他下楼 我说你累不累 你别别那个 你说实话再弄手了 我说我怕 按下去说你想聊我就陪你聊 我完全不累 我说这可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我完全没感觉 我说不累就对了 不累就说明咱俩这个对话 对对对 我觉得挺好的 反正也很久没有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 就是你这个仪式很好 我是说这个耳机很多人 这个仪式很好 这个真的仪式很好 如果我们就这么说吧 他又没有仪式感 但是呢就好像说他又在家里聊呢 他又很随便 对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好 咱们可以把这几个小朋友暂时的忘掉啊 你看是不是戴上耳机好像就是 我跟你说为什么戴这个 我那次在那个郑州百华电影节 跟那个谢飞老师和许鸿宇聊 但许鸿宇那天也是一点就到家 在那放了一场 然后呢就是聊 但是赞泰的朋友 我们也都是好朋友啊 就认了很多年了 太晚了要上来要睡觉 哎呀我想其实导演聊的震海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我不能怪赞泰 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就关爱导演 这是很对的 但是陈东说 你是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提示了吗 刚刚 其实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我不已经注意到 所以我也赶紧收了 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蛮久的 但是我的意思说 其实那是因为那个环境的问题 就是因为电影节大家都很匆忙 包括后面还有事儿和怎么样 我觉得后来就明白了 我说你也别太敢故意电影节 那个大家都忙忙当当那种 可能没准就约家 我那次小帅导演聊了 其实才一个小时 小帅导演就在电影节 韩南电影节嘛 就是就特别 因为你不说雅力辉 这个很重要 咱们俩这种聊天非常有点 我也觉得是 其实我们导演其实是有表达的 对吧 我的意思说作品是最好的导演的那种 自我阐释 但是不够 但是其实是不够 不够 要不你写文章 蒋生霍老师 对吧 那比如说这阐释的比例 电影作品我觉得好 对吧 但是所以说我觉得 应该有这么一个通道 对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 是的 我觉得我希望他能够 哪天我们再来 或者是 反正就是不定期嘛 一直往下走 突然就是哪天又突然莫名的焦虑了 其实聊聊可能也就也就也就可能蛮好的效果 好吧 感谢今天饶友之导演啊 然后反正也真的希望这个必须的说 这是在上映的时候 大家赶紧去啊 影院人潮汹涌一下 然后叫真正的什么遇见你是吧 感谢 感谢遇见你啊 感谢感谢老师导演 感谢遇见你 感谢遇见你 谢谢来到开放电话 好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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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导演